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油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依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公升波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f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大家好 欢迎回到5点15分的《活在五点》 很快就到圣诞节了 还有两天而已 今天请来的嘉宾都与圣诞节很有关系 今天请到上来的嘉宾就是 北约恩典福音堂、粤语堂教目在理的阿荣聪全道 你好 欢迎你上来我们的《活在五点》 不如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和各位观众 好 大家在电视机旁边的观众 你们好 我的名字叫Samuel 欧永聪全道 我自己和很多在电视机旁边的朋友一样 都是在香港过来的 我差不多大约是94年左右就过来加拿大这边读书 到我接着就读中学大学 不专业之后就在社会出来做了十几年 然后我自己就去了天道神学院里边来进修我那个神学的碩士学位 不专业之后我就全职在北约恩典福音堂里边来做全道 大约已经做了五年的时间 已经很长时间了 其实是什么原因令你想进修 想更进一步想去做全道的呢 其实之前我在我做全道之前 我就在社区那里工作 其实我一直都是有个心希望想帮助别人 但是发觉在社区工作里边都是能够帮助别人 但是始终是有一个限制 我发觉我自己不能够真正来关怀别人 所以我藉着做全道这份工作 我觉得除了可以关心人我们叫做肉身上的需要之外 更加关心到他们灵魂上的需要 即是心理上也可以帮助他们 是的 我想问一下你们圣诞节将会有很多特别的活动 我知道24号更加有些精彩的活动 不如跟大家讲一下 是的 在24号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节目是适合 无论你是讲粤语或者各月的朋友都是适合的 在晚上的7点钟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回家的福音聚会 是很欢迎讲普通话的朋友 或者在中国来的朋友都是很适合的 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来到加拿大的时候 都会觉得有时都很想念在香港或者在来地的亲人 过时过节就私乡了 那些人开始 是的 是的 所以特别就用这个做主题 都等大家朋友可以来到思想一下 我们会请到徐武何博士为我们主讲 那如果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本身不是信基督的话 可不可以过来参加 当然了 我们都是非常欢迎大家一起参与 另外我们在同一晚的7点半 有一个聚会是适合一些年轻人来去参加的 那我们在那晚的晚会有些游戏 有些食物和一些讯息给大家一起来参与 那同样了 无论你是上了教美的年轻人 都欢迎他们7点半钟去到你们教会 当然了 那我知道在星期六25号圣诞节的正一 会有些更好的活动 25号 是的 25号 25号正一的里面 那25号正日我们11点钟 将会在我们讲将会是用粤语来到去 有个host a program 就是慶祝圣诞节的 那我们到时有些小朋友来到去做一些 特别的节目 就是他们会出来来唱歌 来到去表演 那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话剧 另外呢 接着我们会有个讯息的 那这个话剧是以什么语言来进行的呢 都是会以广东话 就是粤语来进行的 那我知道了 你们的教会其实已经成立了很多年了 对吗 是的 不如简单介绍一下你们教会的背景资料 好啊 我们教会已经在我们就在 麦尼古和Victoria Park的intersection那里 已经在这个社区里已经有20年了 我们最主要的教会是分三个课 分别是三种不同的语言 就是粤语 国语和英文的 越语多数都会是在广州或者是在香港来的朋友 如果是国语的话当然是中国内地的朋友比较多一点 那说英文的就是土生的朋友或者是所有说英语的朋友 我们都是欢迎的 那我们逢星期五晚都是逢星期五六都是会有我们叫做团契的时间 那都欢迎 无论你是认识耶稣或者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都欢迎你们参加 那星期日呢 我们都是有主日崇拜 还有一些舞蹈班是很适合在电视机旁边 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来参加 那我知道了你们教会还提供了很多服务给这个社区的 不如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好的可以 那用在粤语上面我们有我们已经是扮了差不多十年的EQ课程 那在EQ课程里边我们是有很多不同的题目的 那包括是个人成长重建自尊 那还有一些是关于就是在两性关系 那个配偶关系上高 还有教育子女上面 那都是帮助到很多有不同需要的朋友的 我知道了这些班的收费也很便宜 其实在教会里面的课程 这些班我们基本上是不收钱的 免费的 但是他们就要收一个按金 为什么我们要收一个按金只有35元 为什么要收一个按金呢 因为我们上的同学 大家来到真的认真地学习和做了一些功课 只要你乖乖地来到上课和做了功课 按金就会援引奉还 其实很好 很鼓励各位来上课的朋友 用心学 然后只要你学成的时候 就会退回按金给你 其实都是免费的 就是说是 非常好 我想问一下 你们好像有些给幼儿服务 对吗 就是给幼儿园的小朋友 是 我们教会里面 其实在里头有一个幼儿园 我们叫做欣福幼儿园 在幼儿园里面 我们和一般幼儿园都有几个不同的分别 第一我们是在多企多里面 是唯一一间订阅了我们EQ的教学里面 所以我们不单是帮助小朋友在学生里面的成长之外 更加在他们的情绪和智商上都是来帮助他们 另外我们很强调一个中文的教学 幼儿园是用英文的 但是我们很强调都会教他们中文 因为现在的小朋友在这里出生的 其实未必懂中文的 因为你知道在他的生活环境 全部都是以英文为主 所以我想如果你们教会可以教他们中文的话 让他们在成长里面有接触中文的机会 是的 他们很多小时的经识念 唐诗三白首的家序都很印象 很厉害 我想问一下 你们如果想知道查询更多有关你们的资料 可以去什么方法 他们可以浏览我们 我想你在电视机旁边都会看到我们的网址 还有我们教会的电话 都很欢迎打来查询 还有电邮都可以来到外联络 今天好多谢阿永聪全道上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下次可以再请你上来 和各位观众多聊天 好啊 多谢你上来 谢谢 待会回来会在五点再见